近距离 聆听新声音 就在非常近距离 欢迎收看《非常近距离》 我是《非常助理》阿雄 首先有请我们的静姐 不知道为什么给我安排这样的一个位置 我觉得很爽 因为我后面都是娘子聚 来 掌声 来 借一下 吵着没有 我拿到的这个照片 就是我最喜欢她的角度 你们是不是超喜欢她呀 这边也是啊 我觉得任何艺人能够走到今天 能够受到大家的喜欢 那就两个字叫魅力 对吧 准备好掌声了吗 有请我们今天超级无敌 非常帅的王嘉儿有请 大家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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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气清新王佳文 2014年海外歌手声门出道 综艺节目中出色的表现 让观众致志的这个机智呆无少年 在收获粉丝喜爱的同时 她的音乐也开始被人们熟知 王佳儿现场主唱与歌迷亲密互动 舞台这度持续升温中 你太 你把她都哭了 还能摸得到心脏在哪吗 还会说话吗 说不说话了 不会说话了 我们还得要正式地欢迎一下王佳儿 王佳儿 非常近距离,你们好 我是王佳儿杰克森 今天现场都是佳儿的粉丝 对不对 对 我们首先要来表白环节 刚才有一位幸运的观众上来 我们现在也给机会 两位幸运的观众上来 赶紧表白,过来 那个《时间有限》啊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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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非常喜欢你 来,你 没有最打动的 不管是你的歌 还是你的舞 还是你的人 都... 哪儿让人都打动我 哪儿让人都让我喜欢 先给两位姑姑讲 谢谢你们的支持 好不好 谢谢 来,这边好不好 好 这边有一个观众 手里拿着什么呀 那你下来吧 好吧 咱们先搞个粉丝见面会吧 我都不好意思对白环 太美了 跟你差远了 对你做的吗 这是我MV里面 其中一个场景 对 我就是自己做的 你花了多少时间做这个 两个星期不到 那心真的是挺值得感激的 感谢我们这个粉丝 为什么这个男生 就会让这么多人 哎呀,跺着脚 仗着脸就喜欢他呢 我觉得看完这一期节目 就会知道了 对王嘉尔是不是喜欢 是不是陆转粉 那这个选择全 交给电视机前的你 让我们再次来欢迎嘉尔 谢谢 让我们来欢迎 今天的嘉宾就是王嘉尔 嘉尔好 姐 弟 你在音乐上是很有才华的 你看你刚才出来一唱歌 特别能感觉到 就是屋里的温度升温了 大家好开心 因为我看你发那个微博 新歌叫 上一首叫 巴比龙 什么意思要给大家 其实是法文的一个叫蝴蝶的意思 歌特好听 但我没听懂在唱什么刚才 你伤害了我 还一笑而过 因为太嗨了 嘉尔你出来 我记得咱们都在干嘛 你让我感觉像 对 所以我就在这有歌词嘛 对 我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 是因为我看了一部电影 那电影那个主角 他就叫巴比尔 胸前有一个蝴蝶 然后他被人家冤枉 然后去坐牢了 然后就从牢里面怎么逃出来 然后一直尝试 一直失败 失败 然后最后成功了 我感觉我是一个巴比龙 我是巴比龙一样 我感觉我像巴比龙 一直尝试 一直失败 然后最后还是勇敢 觉得自己选择的路是对的 然后去走 然后最后真是做到了 歌的想法是你发起的吗 歌的主题跟歌词 编曲怎么拍MV MV里面穿什么衣服 在哪里拍 有谁出现 妆法 整个灵魂都是 你管 一定要是我自己想出来 你管 除了盒饭不管 我看你都管了 其实盒饭也管 以前啊 每天做自己喜欢的东西的话 我其实就算辛苦 这也是我很开心的辛苦 起码我在做一些东西 是我很享受的 明白 但是你如果叫不足了 你早晨怎么起来呀 经纪人叫醒啊 你经纪人还兼当半夜鸡叫呀 不是半夜 他怎么叫你呀 好叫吗 我家儿早起来 通常我都会自己调一个闹钟 然后真的醒不来的时候 就真的要就快出发的时候 他就会叫一叫 我觉得大家都在羡慕艺人 但其实 并不是大家想的那样 大部分的时间都给了工作了 所以刚才我们花了点时间 就是在问就是因为 包括唱歌是佳儿的最爱嘛 然后我知道他现在的现状 也知道你的音乐 今天做综艺做了多久 在就是 我其实是综艺这个东西 是从海外开始就做了 可能以前就是人家会觉得 这个 这个 二十四小时有多动正的 这个一个小孩子 会搞笑的一个人 对 那个也是我 是我嗨的时候 就是跟我 跟朋友一起 一起玩吧 就是也没有什么包袱说 也有可能有些人可能采访的时候 对 你好啊 我没有 我觉得 如果我真的是这种性格的话 我 我 可能会这样 但是我不是这种性格 我性格就是 有什么就说 可能会有很多人误会 我拍了很多综艺节目 王家尔 哇 综艺能力太强了 什么 然后说 邀请我去节目了 然后邀请我去节目 可能对台本的时候 家尔 等会儿有一些这样的梗 请你记下来 然后你等会儿要跟谁互动 互动呢 然后在 在这个点你要记住 而且这个流程什么 我说你在说什么 如果我要有一个叫人设 有一个人设 会去装一个人的话 我总有一天 会被人家看到我的尾巴的 对吧 我觉得没必要去杀这个谎 我相信很多人 其实认识你是在综艺节目 对 当然 但是你知道我们上综艺节目 不容易啊 我也知道 太难了 对不对 然后于是说 不给你说话的机会 你怎么去把话拿过来 不掉在地上 有的人很喜欢抢 抢完以后不要进去 我觉得可能 可能是这个原因我不知道 只是我个人意见 可能太过于觉得在拍节目了 太重视 这是拍摄 这是拍摄 真的没有把这个精神放在 其实我们就跟几个朋友在玩 几个朋友在聊天 我觉得可能太过于集中在那个摄像头 你怎么就会忘记这个摄像头呢 就你怎么做到的呢 可能近视吧 几百度 四百 现在四百 所以到现在你也没看清静姐长什么样 看得很清楚 刚才我刻在了她的心里 深深的脑海里 你也存在 我深深的脑海里 那个就是 应该也就短短两年 上了很多很多的节目 证明了她有这方面的人格魅力 我们来看一下她上的这些综艺节目的节目 从现在开始 我只打你 同你一个 我同你一个 一个啊 不是 同 同 他打我 没关系 不是 这个是叫白爪鱼 白爪鱼 白爪鱼就是有八只脚的那个 八爪鱼 八爪鱼 不要 不要 我觉得跟现在长得不一样了 瘦了 那个很可爱 现在超帅对不对 不是 我真的 的确是有去排毒了 好想学习 根据我自己的学习 每天的维他命是一定要的 水果也是要的 就是每天的水果肝也是需要的 肝 就是什么 什么香蕉肝啊 我以为猪肝羊肝那种 肝 对 你活得挺仔细的 我觉得 有些时候皮肤不好 有些时候我自己觉得皮肤不好 不是说 哎呀我去一个美容院去什么 说美白一下或者什么 干嘛 其实是你吃什么 所以我跟你讲 你知道佳尔为什么是 我们这个圈里面 就像我们这样的姐姐最爱啊 他能够跟那个年轻人聊音乐 跟姐姐们聊美容排组 哎你说你是不是跟姐姐们特能聊这个 就还是可以聊很久 我今天请了一个特别的粉丝 来到我们现场 那个人是谁啊 那个人是一直在他身边站着的呀 都是啊 哈哈哈哈 在节目当中离你非常的近 而且了解你在节目当中的一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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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哈哈 哈哈 你怎么 为什么为什么 我是应该第一次 你好你好 哥你什么菜市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大家好 没有啦 没有吧 没有今天就我这一只 大家好我是黄岩 我是 我是 跟佳尔是在拜托的冰箱 我们一起做的节目 对 所以你特别有这么爆料的 对不对 没事 没什么时候 煮饭特别好吃 真的 真的应该去吃一下 谢谢 谢谢 还没有这个口服呢 我今天有带来 不是吧 真的真的 你真的 但是得了我 起司嘛 起司王 不是吧 这是你做的 对 他做的这个 你做 你做吃吧 好好好 谢谢 我就喜欢你有这样的朋友 这是起司意大利面 就是因为当时我们在节目中 然后我再次呈现了一次 对 今天 那时候吗 对 就是我点的那个 对对对 这是这个吗 是啊 你少吃啊 家里吃了麦一盏 不是 吃完最重要是排毒 对于他来说我觉得 他在节目中表现得非常好 嗯 有的时候也是因为何老师 非常提醒他 有时就在节目中 嗯 嗯 其实 你们先聊 啊 哎 就大胆吃吧 你你你你不用大胆吃 哈哈哈 你这个跟我的一样 真的好好吃 没你们聊 聊你们呢 他在现场有偷吃吗 对 他现场经常偷吃 对 他自己喜欢那些东西 就会自己揣在兜里 然后就 把冰箱里的东西 对对对对 是是是一些水果啊 什么的冰淇淋啊 巧克力啊 就揣在兜里 他全吃完了 真的拍摄的时候 哈哈 根本不觉得是拍摄 因为我们录完 通常都会去聚一聚 就去喝点东西啊 再吃 再吃 吃得很开心 对因为我们聚的时候 那个气氛 跟我们录制是一模一样的 就所以我们是 不会觉得 啊 录制 就很很工作 他还有他的口播是他的 特色吧 一股清流吧 真的太大压力 怎么了 你要负责念这些吗 不是那么 懂 中文的时候 就会就会 啊感谢这个这个 而且他们的那些slogan 你都知道 就很很绕 国外不这样吗 不用我念啊 对吧 不用我念 他念slogan之后什么样 别太老实了 看我家 你说 我随便说一个 咱们不说明 有一个是什么 有点饿 来点乐 有点饿 来点乐 饿饿饿 乐乐乐 这好难哦 对于你当时 对啊 现在也难 但是就 不像我们摄乐这个就很简单 水座的女人用水光养护 对 我们这就比较简单 水座的女人用水光养护 好 那佳尔给你的 他的印象是一个什么样的 男青年 特别特别聪明 他的反应也很敏锐 而且他的也很敏捷吧 各方面吧 包括他的行动啊也是 各方面的 而且因为 我突然间变歌你的儿子了 他还是蛮好的这孩子 关联的在想跟你一个猴子 成动你人 开家长会感觉 所以今天您来 主要是说佳尔好来 还是给我们做好吃的来了 好吃的一定要带来 因为我是做这行业的 谢谢黄主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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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那个主厨也说了 包括我本人我们都会 对佳尔就觉得 特别愿意见到他 就是觉得 没有代沟 我也比你大很多 但是没有代沟 你觉得有吗 没有 会完全 真的没有啊 因为交流也不多 肯定没有代沟 然后 没有啊 交流很多 你跟戴军哥 跟戴军哥 你们都有感觉 他会自黑 对吗 其实我们也是 通过有一些视频 感觉到的 他是在娱乐自己 有吗 我有啊 我有证据啊 不是吧 怎么这么多 真的 这才能更多 怎么想出来的这个 是这样 就... 就好玩 你知道拍... 有些時候就是拍一些雜誌 他們準備的一些衣服 衣服都是原本的那個尺寸 就是一些歐美 秀款 美歐的一些模特兒的尺寸 就是一些兩米啊 一米九啊那些 就是那些衣服你給了我就是 就比較尷尬 掃地機器人 我覺得很好笑 很好玩就玩起來 就是把這種快樂帶給大家 我覺得你更開心是不是 我也很開心啊 對 對 所以你的粉絲變得 在這部分也沒有什麼障礙 你們也可以隨便黑他對不對 沒所謂 就已經很多 比如說表演的時候 也會有人拿著那些牌 你看這個 都是你的牌子 也是好玩嘛 對,我就開心嘛 開心就好了 別就這樣 對吧 我先嘗好了 今天拿的那個長得都還行 對 我覺得那就不容易被記住 下次可以再拿一些特別一點 我覺得你的性格裡面有一種 你特別願意讓別人開心的 這種善良 你願意讓別人高興 就是由於你的出現 你做一些事情 然後你會放低自己 讓別人找到感覺 然後 我是覺得就是快樂很重要 對,對 這個善良我覺得特別難得 尤其在公眾人物身上 這個是跟就是家教呀 還是怎麼有關呢 這可能是一個很長的故事 我就盡量把它說短 我想聽 我覺得每一個國家 他的最好的歌手 最好的演員都是本地的 身為在海外一個外國人 我那時候 能幹的東西並不多 我能幹 能做的東西並不多 身為一個外國人 在其他國家並不容易 我自己覺得 也可能沒有這麼多機會 那時候給我的機會 就是綜藝節目 通過各種不同的綜藝節目 我知道我那時候只能做這個 剛好我也非常喜歡做這個 然後就做上去了 然後就慢慢開始 越來越做越多了 我覺得為什麼人家 會看這個綜藝節目 都是為了減壓 就笑一笑就過一天 一天就這麼 就算不管有多大壓力 看了一個綜藝節目 哈哈哈哈笑了一下 起碼他會減壓 就知道 人家看這個東西 是為了減壓的 所以我就 那時候盡量就 有什麼東西 是我不建議 人家去說我 或者 我不建議 比如說我 我腿短也好 也什麼不好也好 我覺得可以可以笑一笑的 起碼 我那時候都拿出來說 你會被吐槽嗎 像你這麼 已經 我覺得很nice 很周到的人 當然 如果參加綜藝節目也會有吐槽嗎 當然有 就我自己覺得 每做一件事 肯定會有人喜歡不喜歡 不管他喜歡還是不喜歡 他也是在關注你 就起碼有這個關注 我覺得應該感恩 到時候 可能十年二十年了 沒有人知道王家爾是誰 沒有人知道 那時候我想要人家來 黑我都沒有了 我會很感謝這個東西 起碼你在看我的東西 我希望我開心的時候 好的時候 跟你們能見面的時候 你們還能來看我演出的時候 我盡量多愛你們一點 就是 說得好相感 就是我覺得 可能我 就是十年後 十年後人家都結婚了 對吧 人家結婚有自己的生活了 對吧 那那時候你也結婚了呀 對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我知道 希望十年之後 你們愛他的音樂 愛他的作品 這個更重要 對不對 對 因為今天現場 都是家爾的粉絲 然後當然我們電視機前 有很多的觀眾 大家可能知道 王家爾是個藝人 但你不知道的是 他其實是一個體育世家 對不對 我媽媽是上海人 然後就來了香港 然後就生了我 我跟哥哥 我哥哥 我哥哥好像是在 上海出生的 然後就出生了以後 就 整個生命就是為了我 跟我哥 媽媽 爸爸 那時候也沒有什麼錢 就把 每次賺回來的錢 就審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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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買一個好的房子 讓我跟我哥去住 我們家去住 為什麼呢 是為了 讓一個孩子的成長的環境好一點 那時候讀本地的學校 可能老師說 我特別上課小學的時候 我讀到兩年級的時候 還是讀本地學校的 本地學校就覺得我這個孩子怎麼 老師說話 老師多動陣 不聽老師的話 把你搬到最前面 你還能跟搬後面的人說話 就 這個孩子是不是有問題 你帶他去看醫生 然後就 其他老師還是建議 你還是給他去國際學校吧 可能他的性格比較像老外 國際學校貴啊 所以啊 所以我媽媽就是 那時候加班加班加班 很貴的國際學校 是公立學校的很多倍 對 加班加班加班 然後就 我孩子的小時候就 回家我媽就躺在地上 我媽媽幹嘛 她就不出聲 然後就睡了大概一小時 然後起來叫我做功課 然後就做完功課 然後再去檢查我哥的功課 那時候剛好我哥拍一期 就跟我哥談談談談談 談到五六點 然後自己就去洗洗刷刷 然後就出門 就每天可能教三次體操 每每 每 談 每叫一節課 然後去另外轉場的時候吃一個麵包 還是吃那個正方形的那個 就是很多片 一買買買一買就可以買一個這麼大的那個 就是可以切出來 咬一個然後去另外轉場 你那時候明白嗎 還是後來想起來才明白媽媽很不容易 小孩們不懂 就是會轉場的時候會這樣吃 然後回來呢 會拿著一大袋的小菜 給我跟我哥吃 說自己吃完了 吃過了 已經吃過了 不餓 然後就 然後 他真好 對 他是一個 你想媽媽做體操運動員是吧 需要很堅韌的一面 但他給你們的 唉 唉 對不起 自己有一個人 就這樣然後把我去 送去國際學校 然後送我哥去海外讀書 為什麼我會這麼愛我媽 是因為 從我出生到現在 我媽是 所有的東西 都是圍繞著兩個兒子 真的 但是他那時候就 只有一個夢想是什麼 是 等兩個兒子都出頭了 成長以後 是希望兩個兒子是可以在身邊 但是那時候呢 就剛好我要準備去海外 我哥又要 我哥 也剛好在 已經在海外了 都不在身邊 說要結婚了 就是我媽就會覺得 突然之間二十年三十年 想的東西就沒了 都是圍著你們轉 然後二十年之後三十年之後 你們倆同時不在身邊 而且媽媽又生病 生病 有很多很多病 也是因為以前是運動員 就現在我 我出來做工作死了 我有很多東西 都是我說的算了 剛開始的時候 會賺到錢的時候 然後我跟我媽說 買這個給你 買那個 什麼都給你 其實我自己 媽媽說什麼都不要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急了 就怎麼不要 那我為什麼這麼努力幹活 我為了你們可以過得更好一點 就是他要的快樂不是這個 陪伴 對他要的快樂是 每天打個電話 每天視頻通話兩次 多陪陪他們 這就夠了 就是他們其實覺得這就是 他們想要的快樂 並不是你想要他們的快樂 哇 今天 你選擇未來的伴侶和交朋友 如果這個人不孝順 應該是完全不能入你眼的 對嗎 如果他是喜歡你的話 他不可能不喜歡你的爸媽 假設你有女朋友 你會對他的父母也這麼好嗎 當然 但因為也是我的爸媽 如果是真的姐 我還是想問一下 其實你在香港 後來你學基建 也拿到了那麼好的成績 但你為什麼要去學音樂 你爸爸同意嗎 因為他把你培養成一個基建冠軍的時候 對 他會在很多朋友面前 哎呦喂 因為我的兒子啊 就是神童啊 我的兒子啊 真厲害啊 全國青少年第一啊 亞洲第一啊 他前途就不可預測了 就哇 肯定會很厲害以後 但那時候我就 就是自己想 我從小到大都喜歡音樂 也喜歡自己跳舞 就是我的樂 就是我的興趣 跳舞 然後那時候呢 2008年呢 有人來心探過我 說也是一個海外的公司 公司說 你有沒有興趣什麼 2008年我那時候很小 然後就拒絕了 爸爸媽媽 你知道爸爸媽媽的擔心都是 哎呀 別人家綁架啊 然後叫你翻專輯 還要你自己出錢啊 還有什麼 報紙上登的東西 就是很正常 爸媽都會擔心的一件事 他們在哪看到你的 第一次2008年的時候是北京 我那時候去看奧運 看在台下就看到你了 因為不是 就是有一個村嘛 村 有一個村 對不起 村是奧運村 有一個奧運村 然後就很多很多人 我其實也不記得那個地方是在哪裡了 就是在北京這個 這個行程裡面 見到了 就給了一個卡片 然後就聯繫上了嘛 然後就11年還是10年 是來到我學校 是其他公司 我們是什麼什麼什麼 娛樂公司的 然後 你有興趣做歌手嗎 然後我就說 哎 這是第二次找我 找我 第二次找我會不會代表一些什麼 會不會 這是 這是 這是安排 這是 這是命運 就被人家選上 然後你要不要跳一個 然後現場就跳了一個了 你跳的啥呀 我也就 就跳了一個了 你下個禮拜來面試吧 去那時候 去那時候他們是兩點半 兩點半面試 我學校是三點下課 我就說 對不起我真的不行了 然後他說 沒事我們等你 然後就 結束了以後就飛過去 飛過去然後就 到了以後面試 面試了然後他們 就很多公司的面試都會 沒有你 等我們的 電話 等我們的E-mail 你先回去吧 我就知道 不成了 沒什麼想法 然後突然之間 我也不知道 很自然的 就每一天我都在按那個 按那個E-mail 有沒有新的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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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按了三個月 就死心了 那時候就 既見運動好 然後學習也更努力 考上一個很好的大學 運動也好 就這樣過唄 就我也挺開心的 然後過了七個月 突然之間有一天 打電話過來 我那時候是完全 就死心了 然後突然之間 打一個 打了個電話過來說 你好我們是 娛樂公司 Jackson被選上了 七個月 我那七個月 我是過了多麼難受 不知道吧 就好像 就沒有人告你不行而已 就好像健康檢查一樣 就是身體檢查一樣 你到底有沒有病 要七個月之後才知道 你那七個月怎麼過 對吧 那時候也是有一個比賽 亞洲錦標賽 青少年錦標賽 剛好在那個比賽之前 然後我就告訴我爸媽 我被選上了 媽媽爸爸都崩潰 對啊 沒想到要走那麼遠 當然不行啊 就有可能又開始舉例子 可能不好啊 家家你要放棄這樣 這樣這樣這樣 你現在已經到這裡了 你現在重新開始 又要從這裡開始 你什麼 最後 最後 然後爸爸說 你亞洲拿了金牌 我讓你去 這是我說的 我是不是拿金牌 你就讓我去 好啊 因為那時候香港沒有人拿過 這是亞洲青少年錦標賽 香港沒有人拿過金牌 對 沒有人拿過金牌 所以你爸的意思可能拿不了 所以我不讓你去也是正常的 就是根本就沒可能的 不可能的一件事 就是答應你也是白答應對吧 就是也沒有 這句話也沒有說的特別認真 就是就說了說了一會兒 就就只是說說而已 然後就那天比賽之前 我剛好腳又扭到了 又受傷了 然後就想完了 結束 然後就什麼東西都放開了 就是這樣 算了 比賽又比賽不了了 去海外又去不了了 音樂又做不了了 算了 就平常心吧 然後就比賽 但是真的很幸運 個人跟團體都拿了金牌 我就覺得為什麼我做的一件事 一定要做到老呢 對吧 就是做一輩子呢 為什麼我不可以去嘗試 新的東西呢 不管我做這件事做了多成功 就是失敗也好 就我去嘗試一些新的東西 我覺得也是一個挑戰 當然這是一個原因 但我覺得更重要的原因 可能潛意是 喜歡把你的照摘下來 對 把臉露出來 而且傻帥的時候 女孩的那種尖叫 對你那時候的男生 還是很有誘惑力的 其實那時候我說一個秘密 可能只是我自己知道 我基建的時候 通常都會有人在旁邊看 那時候呢其實我每 在場上打的每一個比賽 我都覺得自己在表演 尤其是打完一箭 然後我會看人家的反應 也沒有在看我 就是... 可沒管用是吧 比如說就是打完一箭 然後就... 然後再準備 然後... 開始...打完一箭 然後... 比較有女生來看你嗎 那時候沒有 就是那時候 男生比較多看我的 就是都覺得就是挺厲害的 就...對 很喜歡就是比如說 人家幫我打氣的時候 打完一箭 然後... 很厲害就是 那種感覺很好 就是... 然後心裡自己想說 對... 這是世界... 對,這是世界比賽 世界比賽 這是在... 這是哪兒呢 Jordan 哪個是你啊 左邊是我 左邊是我 左邊是你啊 對,那時候很年輕 inglés 這個...這位選手 wanna sing 世界前十名 右邊的那位嗎 對 很厲害現在 對... 我觉得你基建的时候 另外一种状态 很棒的 其实我觉得基建这个东西是 在很短时间以内 可以想出很多东西 而且就要做一个决定 我是进攻还是后退 所以其实对你来讲你认为 真是帮助了我很多 运动员的耐力 基建的那种反应 其实是一种表现力 对不对 对 但是我们知道你最终说服了家人 去了国外 最后他们一直反对 但是最后让我最感动的就是 我要去海外 通过我们吵架 要去海外之前 收拾行李室 妈妈帮我一起在收拾 一边说 哎呀你真的不好啊这个 哎呀我你要带这件衣服吗 真的 这 这就是让我最感感动的 他送你的时候哭了吗 在机场 当然哭 送到我去海外 然后公司门口 就好像让我走的时候 就有点像那个 你的翅膀就硬慢慢开始要硬了 然后你你你自己自己飞吧 就是那种感觉 哎呀我觉得你妈妈也是 她自己那么优秀 然后她把后来的精力都用在你跟哥哥身上 然后你们两个都不在她身边 她需要巨大的调整 与其说你依赖她不如说她特别依赖你们 她的那个调整周期会特别特别调 也许可能到现在才好一点 现在好很多了 当然 现在她挺开心的 但是现在就 你想现在那么多女孩围着你 妈这样啊你妈 不要着急啊 慢慢来 你要保持住啊 他没有说过关于女生的事跟我 他不说啊 因为不着急 因为我哥已经有女儿了 可以谈恋爱不着急结婚 谈恋爱真的没有 我连自己都照顾不好还 我真的不知道 就是也没有这个现在没有想 就没有这个冲动 今天是佳儿第一次来金字里 对 然后我希望每年至少来一次 我们可以谈音乐 谈作品 谈谈生活 每年的一月 希望每年一月来好吗 那也特别特别感谢 这么多年支持王嘉尔的训练 对 他们也是最了解我的 就是最了解 除了我经纪人或者家里人 就是他们是最了解我 经历过些什么 有些时候他们知道的东西 我经纪人跟家人并不知道 他们知道的东西可能会更深 就知道我经历过些什么 我面临过些什么 真的是最懂我的人 也有些时候 你们每次来看我演出也好 来机场接我也好 就是我真的非常感恩 而且就算来不到的人 我也非常感恩 起码你们的心是喜欢我的 是想保护我的 我也会尽我的力去让你们更骄傲 真的 谢谢 谢谢佳儿 谢谢大家 欢迎登陆搜狐视频 优酷土豆爱奇艺同心视频 来观看我们的节目 让我们再次祝贺佳儿 在2018年一切胜利 谢谢 谢谢 来 我们拍一张照片 来 嗨 嗨 有了 这一 来